早上11點左右,竹灣海灘對開海面,懷疑有人遇歷。 治安警說早上11點左右,接到有人報案, 發現在竹灣海灘青年女社對開海面有人遇歷, 隨後不見蹤影,治安警懷疑這個遇歷者被海浪捲走。 海關派出瓜人巡邏艇和巡邏船守舊兩個小時未有發現, 由於風浪太大,守舊工作暫停, 而海關則安排巡邏船和巡邏車留守在現場。